一款武器的诞生背后往往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故事 它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推敲和深思熟虑 并且通过严谨的计划细心执行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 台湾的一个未尽全力的武器计划 天马计划 这个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 由台湾科技研究院主导 旨在开发一款中程弹道导弹 这个宏大的计划自起步之初 就面临重重困难和障碍 作为天马计划的最终成果 这款导弹有能力携带核弹头 谈及这一计划 不可避免地会引发 关于弹道导弹装载核弹头的复杂性讨论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 更是政治和战略的课题 对于台湾来说 这看似单一的问题 其实内涵复杂 以天马导弹为例 讨论核弹头的挑战 首先 核武器的开发 本身就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 需要运用前沿的物理化学 材料科学和工程技术 并且需要将核弹头小型化和轻量化 以适应导弹的承载及空间限制 这需要高精度的设计 和精细的制造技术 天马计划作为中程弹道导弹的开发项目 其技术难点已经非常明显 如果再加上核弹头 其复杂性更是显而易见 其次 核武器的安全控制 是极其严峻的挑战 整个飞行过程中 核弹头必须保持稳定 不能因外在因素或故障引爆 这需要导弹系统 具备高可靠性和核稳定性 同时 核武器的使用控制必须非常严格 以防止误发 或被无数全人员操控 在冷战时代 弹道导弹是科技和实力的象征 只有少数地区能够掌握 由于任务艰巨 台湾早在1970年代 就开始为这一宏大计划做准备 台湾的武器研发历程中 不可忽视的一个里程碑 是青东导弹的诞生 这种导弹 不仅是技术的极大成者 也象征着当时台湾对军事科技 自主研发的渴望和决心 青东导弹在设计和性能上 可以与同期的世界级导弹 如苏联的萨姆7 或美国的MGM-52长矛相媲美 它的关键参数引人注目 总体长度达6 15米 翼展1 4米 直径0 56米 发射时重量高达1520公斤 搭载的弹头重量有450公斤 其最高速度能轻易突破3马赫 最大射高约46公里 液态燃料 火箭引擎 提供了这款导弹强大的动力 凭借这样的优势 青东导弹的有效射程 在60至100公里之间 即便在最大射程下 误差仅约370米 堪称精准 1981年 在汉武演习上 它首次亮相 标志着台湾地对地 弹道导弹领域的重大突破 虽然最初设定的目标 射程为300公里 但实际能力仅达到100公里 然而 与以色列合作后 青东导弹的性能得到了优化 射程最终提升至130公里 这一性能飞跃为天马计划 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信心基础 然而 1982年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天马计划不得不停滞 青东导弹的生产也受到波及 最终不得不宣告终止 面对重重挫折 台湾的决策者并未选择退缩 而是毅然转向 对地地短程导弹领域的新研发 原计划采用固态燃料 来驱动这一创新 然而技术瓶颈与资源限制 却使这一梦想再次受挫 尽管遭遇困难 台湾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 时隔数年 1996年 天马计划如凤凰涅槃般 重新点燃希望 然而 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时代的变迁 使得2000年的台湾 不得不面对现实 无奈宣布天马计划的终止 关于天马计划的争议从未停歇 有人视其为空中楼阁 有人则坚信其曾闪耀过光芒 直至1999年 台湾科技研究院迎来了 建院30周年庆典 这一刻 天马计划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向世人展示了其概念模型 据悉 该计划在脱节机构的研发 和第二节火箭的空中点火技术上 已有所突破 然而就在曙光出现之际 天马计划再次遭遇命运的挑战 被迫终止 尽管挫折连连 但这段历史 铭记着台湾在高科技军事领域的不懈追求 在军事技术发展的道路上 那些虽未完全实现 但依旧闪耀理想光辉的项目 值得我们铭记 天马计划便是其中之一 有专家推测 若天马导弹能完善 其射程或将远超950公里 速度或达每秒9公里 这样的假设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基于导弹的预期性能 和中程弹道导弹的普遍标准 尽管天马计划 未能完全实现其宏伟目标 但它在历史长河中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背后的科技梦想与追求 值得我们深入探寻 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在冷战时期 锐意进取 努力突破技术界限 为自身安全与发展寻找出路 天马计划 不仅是军事领域的一次尝试 更是台湾特定历史阶段 科技发展的缩影 见证了国际政治环境的变迁 与技术挑战的艰辛 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成果 但天马计划的发展历程 为后来的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一历史篇章中 我们见证的 不仅是一个武器开发的成败故事 更是一个时代变革 和一个民族奋斗不息的壮丽史诗 天马计划 虽未彻底改变战场格局 但其在科技历史中留下的足迹 将永远激励着 未来的探索者 砥砺前行 此外 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 天马计划 并未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试验品也并未被彻底销毁 而是因资金短缺 而难以得到妥善的维护 据2001年的媒体报道 大约有12枚这样的导弹 被藏匿在台湾中央山脉的 某些秘密发射基地中 它们很可能仍处于备战状态 在技术层面 天马计划面临着诸多挑战 特别是核弹头与导弹的整合问题 比如 核弹头的引爆机制 必须和导弹的飞控系统紧密相连 以实现核弹头引爆时间和地点的精准控制 从而达到精确打击目标的效果 此外 核弹头的安全保护机制同样重要 以防止在发射过程中发生核泄漏 或其他灾难性事件 从核弹头的生产 装载到部署 每一步都需要采取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 这包括技术层面的保护 人员的安全培训 以及物流运输的严密监控 任何环节的疏忽 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天马计划 不仅是对军事科技的一次探索 更是对安全 技术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全面考量 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 深入了解导弹技术的窗口 同时也揭示了 将核武器整合到导弹系统中 所面临的广泛而复杂的问题 这一任务 不仅涉及技术层面的挑战 还涉及到国际政治争议 法律规范和道德伦理的考量 每一款核武器的研发与部署 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决策 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安全 同时也关乎着地区和全球的稳定 以及未来人类的扶植 在这个新时代 核武器已不再是追求的目标 和平与全球稳定 才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愿景 回顾天马计划的风云历程 我们不仅见证了一段 具有深刻启示意义的历史 还从中洞察到了 它对台湾其他军事研发计划 产生的深远影响 以天空异形导弹为例 这款备受瞩目的导弹 原本预算高达15亿台币 但最终只获得了3亿台币的资金支持 这一资金的大幅削减 对天空异形导弹的研发进度 产生了显著影响 导致其原计划的早期完成目标 推迟到了1986年 不过天空异形导弹本身的技术规格 令人瞩目 它重达870公斤 长达5米 直径40公分 装备有高爆药和众多碎片 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急速战距离可达100公里 并采用了中途惯性导航 和末端半主动雷达 及红外线导引系统 极大的提升了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天空异形导弹 凭借惯性导引功能 能够在无需全程照明 雷达支持的情况下 有效应对多个目标 这一特性 使其在战场上 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天空异形导弹 经过不断的研发与改进 最终演化为了天空二行 长达7年的研发历程中 研发团队致力于实现 推进火箭与冲压电机的完美结合 尽管面临试射失败等诸多挑战 但这项技术最终奠定了 雄东三型反舰导弹的技术基石 这一系列的研发成果 不仅深刻影响了 台湾多个武器研发项目的轨迹 更为军事科技研究的创新之路 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与灵感 天马计划的终止 并不意味着研发之路的终结 相反 它激发了研发团队 更加专注于空空导弹领域的研究 天舰计划自1983年启动以来 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天舰计划作为台湾自主研发的 标志性成果 成功推出了首款本土 红外线导引战术武器 天舰异形导弹 这款导弹在设计上借鉴了 N9响尾蛇导弹的先进理念 不仅在定位和外形上有所相似 更在性能上实现了跨越式提升 天舰异形导弹 凭借前沿的红外线制导系统 和代翼控制技术 为台湾的防空能力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其携带的高爆药和重达10公斤的破片弹头 具有强大的穿透力 足以令敌人闻风丧胆 此外 其目标探测器采用了先进的激光进炸 与碰撞引信技术 而推进系统则依靠低延固态推进火箭 提供高达14000磅的推力 使导弹在空中展现出 卓越的灵活性和打击效率 进入90年代 天舰系列导弹家族迎来了新的成员 天舰二型 这款导弹经过精心研发 于1994年的汉光11号演习中 成功完成了试飞任务 由FCK-1战斗机发射并击落了把机 天舰二型的参数令人瞩目 其长度为3593米 直径19公分 重量约185公斤 它装备了重达22公斤的高爆破片弹头 作战射程可达60公里 最高速度更是达到了4马赫 总体来看 天马计划虽未如期实现其宏伟目标 但其对台湾军事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如忽视 它为后续的武器研发项目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支持 使台湾在科技和军事领域 不断追求创新与突破 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台湾在复杂环境中自力更生 涌攀科技高峰的决心与勇气 更成为了一段传奇佳话 在天舰系列导弹中 天舰2C型导弹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款改进增程型号的导弹在射程和速度上均实现了飞跃 其射程超过100公里 速度更是高达6马克 令人叹为观止 经过一系列作战评估与测试 天舰2C型导弹已经充分证明了其卓越的性能 在作战定位与性能上 它与M120D导弹不相上下 这款导弹不仅巩固了台湾在防空导弹领域的领先地位 更成为了台湾防空系统中最尖端 最引以为傲的先进技术象征 在台湾防务科技的辉煌篇章中 天舰2C导弹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不仅是一种武器 更是台湾科研团队永不止步地探索精神 与创新追求的生动体现 如今 天舰2C导弹再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突破 象征着台湾防务科技在迈向新高度道路上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与此同时 海上争锋的维度也见证了另一个伟大新星的诞生 海舰2型导弹 这款最新型号的导弹被寄予厚望 预计将引领台湾海军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它将在陀江级巡逻舰 新型巡防舰 以及御山级船务运输舰等战舰上 发挥关键作用 为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这机动人心的新技术革新中 海舰2型的部署方式引发了广泛关注 一种设想是利用独立式发射箱进行部署 而另一种可能性 则是将其集成到41克瓦茶垂直发射系统中 这两种部署方式的选择 不仅将极大的提升台湾海军的作战能力 还将为台湾在广阔海域中的战略机动性和灵活性 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这篇关于台湾军事科技探险神话的落步 我们不禁对天马计划的过去充满好奇与疑问 它是否秘密达成了昔日的宏愿 它的能力是否真的触及了核武器的边界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这样一段时间 感谢观看